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近日有个消息 乌克兰在蛇岛安装了带有国旗的借桩 并且录视频说 下一个借桩在克里米亚 根据我国在国际上的公开表态 及所有我国出版的地图 克里米亚都属于乌克兰 当然觉得不可思议的报道出来了 来看看下面报道 我就感觉到很纳闷了 乌克兰在自己国家地盘上立个借桩 怎么会让这些人如此的愤怒 这简直就是为了立场 连基本的事实都不要了 写上面报道的人 如果不是纯那就是坏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来看一下战场 在加布鲁热西线 经过十周左右的激烈战斗 乌克兰军队昨天下午 占领了罗伯基尼的大部分地区 在加布鲁热东线 乌军乘胜进攻 乌克兰下一目标 是斯莫利尼夫卡 如果连斯莫利尼夫卡也拿下来 就没啥可以阻挡乌军 一路奔流到比尔江斯克 马里乌贝尔 一旦打到了马里乌贝尔 就切断了俄罗斯本土 连接克里米亚的路桥 俄罗斯离全面胜利就不远了 当然 俄罗斯军队也不会轻易的 让乌军得手 现在双方正在激战 消息比较混乱 但俄乌双方都认可一个事实 那就是乌军在南部战线的进展 整一步一步的压迫俄军的核心战略阵地 还有一个好消息 乌克兰军队找到了发现俄罗斯雷场的好办法 有媒体报道说 乌军开始用热成像发现地雷 俄军在苏诺维军防线布设大量的地雷 导致反攻乌军的装甲部队不得不进行费时费力的排雷 而排雷得知道雷区在哪 现在乌军误出了一个办法 由于俄国地雷多为金属外壳 在白天日照后温度较高 在热成像镜头下会现出原形 这样只要用热成像一一看 就能够知道俄罗斯埋撤地雷的雷场究竟在哪里 这势必会让乌军加速排雷的过程 而这也将帮助乌克兰不断的取得胜利 在正面战场 俄军不断的吃败仗的情况下 俄外交部发言人所有的应急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前天俄罗斯外交部扎罗瓦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罕见的没有克制住 开始威胁乌克兰 他说如果乌克兰方面 还不停止攻击克制大桥 俄罗斯将对乌克兰进行全面的入侵 看到他这样说 我脑中突然闪现出这样一幅场景 一个流氓威胁一个武林高手说 我要打你 然后武林高手说我好怕呀 然后两人一交手 流氓被打的屁股尿流 俄罗斯说让乌克兰停止攻击克制大桥 否则就对乌克兰进行全面的入侵 我就纳闷了 以前的不算全面入侵 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多路大军围攻乌克兰 难道不是全面的入侵 难道还有所保留 恐怕现在俄罗斯的发言人也无奈 面对俄军在战场不断失败的事实 也只有说些硬话 显示出自己的政治正确 俄罗斯不是不想全面入侵乌克兰 而是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的实力 俄罗斯除了军事出现问题之外 经济也出现大问题 近段时间 网上流传一个视频 俄罗斯的视频公开 讨新说 他们在前线打仗 家里面的水电费都无法支付了 也有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现在战场炮灰的奖赏啊 就是一辆自行车 还别不乐意啊 如果自行车不要 到下一步恐怕连自行车都无法领到了 可能奖赏就是土豆 白菜之类的 因为俄罗斯的货币贬值得非常厉害啊 目前 罗布对美元已经跌破10亿 今年累计贬幅达30% 但凡能拿出3000美元的人呢 都可能比现在俄国三分之二的人都要有钱 长此以往 俄罗斯的财政恐怕撑不住俄罗斯的战争消耗 打仗打的是钱财啊 一旦俄罗斯财政出现问题 战争就无以为击 双方现在正进行一场消耗战 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吧 不管怎么说 现在乌亚兰到了关键的时候 必须要一鼓作气 努力的去解放更多的领土 毕竟扫把不到 灰尘是不会自动跑的 分享两张图片啊 我们就能看出乌军的巨大进步了 下面这张图是乌军站高地看巴默特 而今巴默特已经不成问题 然后乌军又拍了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最新鲜的照片 这是乌军站在罗伯蒂尼的高地上 拍下的第一张托克马克的俯瞰图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乌军很快要打到托克马克 而再往前便是美利托贝尔了 众所周知啊 在俄入侵乌克兰后 泽连斯基成了全球最耀眼的国家领导人 泽连斯基成了乌克兰的英雄 也成了文明世界的英雄 泽连斯基不仅是英雄 还是拥有谋的战士 还是坚强的硬汉 相信之下 俄罗斯那个人 所以 这可把司马南给气的呀 气得他没脸见人的 气得他恨不得三天两头都做节目 或造谣或污蔑或贬低泽连斯基 在他的眼里 泽连斯基早就从基辅逃跑了 在他的嘴里 泽连斯基已经惨败了 在他的眼里 泽连斯基哪儿哪儿都不行了 他躲了半个月后 又开始嘲笑贬低泽连斯基 说什么 他每一天话语滔滔不绝 说的信实淡淡 就是语言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孩子 这种夸夸其谈特别搞笑 夸夸其谈特别搞笑 简直是睁眼说下话呀 请问泽连斯基说过 要三天拿下基辅吗 近六百天了 还没拿下 俄这种夸夸其谈搞不搞笑啊 请问泽连斯基说过 要打到波兰 打烂伦敦吗 结果连波兰的毛都没敢碰 连伦敦都不敢看 这种来自于俄罗斯高层的 夸夸其谈搞不搞笑啊 请问泽连斯基说过 芬兰加入北约就要打芬兰了吗 结果芬兰加入北约 连瑞典也加入了 俄说好的威胁一个都没有实现的 请问来自于俄的这种夸夸其谈 搞不搞笑啊 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上前线的国家总统 是行动上的矮子 那请问从不上前线或者很少上前线的 那又是什么呀 是缩头乌龟吗 谁是缩头乌龟啊 泽连斯基不是 泽连斯基是哪里有危险 他就去哪里 就在前不久 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一连几天呢 被俄的导弹轰炸 而泽连斯基在最危险的这个时候 去查看了被炸烂的教堂 还在教堂里拍现场视频告诉全世界 请问 泽连斯基的英雄壮举 司马南敢提吗 不敢 不敢 他连泽连斯基眼都不敢看 哪敢提 泽连斯基每天的话语滔滔不绝怎么了 这说明他有很好的口才 请问司马南有吗 请压的崇拜的那个人有吗 泽连斯基为什么每天话语滔滔不绝 因为他是乌克兰总统 作为一个总统 他必须坚持请求盟友的援助 他要呐喊 他要武器 他要救每一个乌克兰人 他要捍卫乌克兰的自由与独立 这不是夸夸其谈 这是一个总统应该说的 应该做的 这有什么不对吗 只有蠢且坏的人才会认为这是不对的 这是夸夸其谈 泽连斯基说过 他要坚守基辅 他要武器 不要顺风车 过了近六百天了 他依然坚守基辅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大雄坚信 乌克兰一定能够赢得这场 跟俄罗斯斗争的伟大胜利 加油 乌克兰 鸡几乌克兰 发表露出